良好的习惯都从小时候养成 不杀死 养他什么 慈悲心 慈悲心必须要养成他 不吃终身肉 那为什么 不忍心 这你不讲因果 淡淡讲慈悲心 人要懂得因果 不敢吃终身肉 人有慈悲心 不忍心吃终身肉 人要有慈悲心 不忍心害别人 伤害别人 为什么不道德 如果懂得因果呢 不敢吃终身肉 不敢伤害别人 为什么要有报应 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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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善果报 悟念 悟心 有悟报 我们前面 我们前面一篇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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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长寿 就长寿 直长寿了 为什么 我懂得离病不多 我害怕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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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果报呢 是我亲自看到的 我看到我父亲 走的时候 果报 父亲是个好人 他造的罪业很重 什么是 喜欢打猎 抗战基金 他是军人 军界官 管武器 所以 枪支担拥就非常方便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大概 十五六岁 家里面 长长短短的枪 八支 管武器的吧 子弹 是一箱一箱 拿回下来的 所以打猎了 每天早晨起来 天还没亮 就把我跟弟弟 叫起来 跟他一起打猎 我弟弟很小 他 他不敢放枪 那我们 十六七岁了 就可以了 我也跟着他一起打了 打了三年 每一天 至少都要打舌发子弹 所以枪法是练出来的 要不要瞄准 不需要 几乎是半发半种 对吧 我也练到这个本色 天天练嘛 天天打嘛 学佛之后 也会想 我父亲死的时候 地藏经上 所说的 完全一样 看到山 往山上跑 人 固寿如采 可是 劣气很大 几个人都 都倒不住 看到水 就往水里面钻 非常可怜 那是什么 沙森的国宝 打猎在山上 抓鱼在水里头 鱼是怎么抓了 用炸药 在水底下爆破 鱼整个翻上来 一颗炸药下去之后 总有几千条鱼 那个时候不知道 所以这战争 那些年当中 生活非常艰难 那我们家里 天天有野味 这次 可是 胜利之后 也不过就是 五年之间 他就造这么痛苦 这样死去 我学了佛 一看地藏经就呆了 讲的完全一样 不敢吃肉 所以张家大师 叫我学佛事 我头一个就是学放生 自己没有这个力量 大众放生 我们欢喜 出钱出力 跟着一起去 这个罪业造得太重了 《楞严经》上说得好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你吃他半斤 来身还他八两 这是说 夜莹过报 欠命的要还命 欠债的要还钱